臺灣人得施雨 亮澎五十九毫米 不少地瓦地區出現 激淹水災情 坦田太魯閣 耗石骨車廂發生遺骨 證明坦誠舒適 並喪家屬致歉 中國新版地圖引發國際反彈 美國呼籲中方 不要扮演繳局者 集團體晚宴情鐵 印度自稱巴拉特 引發更改國民的揣測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九月七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峻 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話題是 因為低壓帶 還有對流雲系發展旺盛的影響 氣象局在下午的時候 針對高雄 臺南還有屏東縣 發布大雷雨 即時訊息 其中在臺南的仁德 一小時的累積雨量 就突破五十九毫米 不少地灣地區都出現 積淹水災情 跡象局預估明天中午過後 包含中部 南部還有東半部山區 容易會有短延時長漲雨 還有局部的好大雨 發生機率 民眾不能夠釣雨情形 馬路出現大片的積水 汽機車經過時 漸起陣陣的水花 這裡是臺南市仁德區 接近中午突然降下 慶盆大雨 短短一小時的時間 已經讓低壓地區出現 淹水情形 附近居民相當無奈 由於雨勢來得又快又急 積水一時來不及宣洩 明南路二段雨 德塘路口 更是水淹二十公分 每逢大雨 閉淹的永康中正路雨 高速二接口寒洞 也因為雨來得又快又急 導致排水系統 來不及宣洩 路面嚴重積水 不少往來的汽機車 只能涉水而過 在移動式抽水機的運轉下 積水才逐漸消退 受到第二代的影響 各地的午後雷震雨 相當明顯 氣象局持續針對 中南部及東半部 各地山區發佈豪大雨特報 截至目前為止 最大的時雨量 是發生在屏東 降雨來到九十八毫米 另外包括南投 台南高雄時雨量 都超過四十毫米 氣象局預估這樣的降雨 要到入夜才會趨緩 因為入夜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降雨 是有略為緩和的趨勢 不過因為水氣還是相當的多 我們要特別提醒在宜蘭 跟花蓮這一帶 比較大的雨是很有可能 會持續到入夜之後 那其他地方的話 也是斷斷續續有些間接性的鎮雨 氣象局表示在八號中午過後 各地還是有午後熱隊流會發展起來 其中在中部南部 以及東半部的山區 可能有較大的雨勢出現 亦有短延時強降雨 以及豪大雨發生的機會 民眾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為張國 臺東線因為颱風遭遇到嚴重的損壞 有很多路數倒塌 有八個鄉鎮市都需要人力和機具 來進行災後復原 但是資源卻相當不足 高雄是在六號晚間 調派車輛 機具還有人力 到臺東來協助救災 目前清理的樹木 暫時堆聚在各鄉鎮市的垃圾 掩埋場 預估是有超過上百公噸 除此之外 停電也導致有養殖場 出現兩萬多隻機的死亡事件 政府是趕快的協調調來化制車 並在走大約三十噸的死機 進行處理 臺東加油 高雄市政府六號晚上派出 三十二部大型車輛機具 抵達臺東 也帶來八十名人力支援 在風災後 救災人力缺乏的臺東線 終於等到第一批救災支援人力 因為我們經驗 大概很多大型的樹木 打塌以後需要鏈具 需要一些大鋼牙來補 補補這些大的樹木 所以我們也要派了很多鏈具 過來這邊倒資源 一早高雄市支援人力 馬上投入臺東線八個鄉鎮市 協助清理倒塌樹木的工作 由於這些樹木數量實在太多 尤其是大樹無法分化處理 目前臺東市垃圾掩埋場 就堆了超過五十公噸 數量驚人 由於颱風造成停電 不少畜牧場發生災情 其中集中型的養雞場 因為煤電通風不良 造成全線超過兩萬多隻雞死亡 大約六十公噸 縣府接貨通報 緊急協調屏東的處理廠業者 再走三十公噸處理 剩下的由台東縣自行處理 縣府估計農業損失已達七億多元 蓄產養殖的損失還陸續發生 縣府強調會盡快處理死亡的蓄產動物 防止傳染病發生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再拋醫療政策 表態支持有爭議的代理育母 還有安樂死議題 認為是沒有理由反對 至於柯侯兩人都推出的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免健保費的話題 衛福部長崔瑞源就表示 說六號獎太快了 中央擴大補助 最快是要到二零二五年才會上路 而副總統賴清德 是在今天清爽火線的說明 萬里老家是公寮 在民國六十年就有門號了 這並非是違建 找來一故體育主播副達人的兒子 傅俊豪還有代理育母 捷徑推動者陳昭姿對談 民眾黨總統參選 柯文哲連續兩天推醫療政策 七號職工爭議的安樂死 還有代理育母議題 坦言自己支持 想不到有什麼理由反對 強調認為是對的 應該推動 柯文哲跟侯友宜也都拋出了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免健保費方案 六號衛福部跟行政院開會 決定明年將會將長者的健保費擴大補助 不過衛福部長薛元七號表示話說得太快 預算程序仍要遵守真正的實施日期最快也要到二零二五年 而侯友宜一早就直奔花蓮進行選務行程 被解讀是要跟花蓮立委傅坤其修補關係 也喊話中央政策不要做半套 副總統賴清德上午也出席台北國際照顧博覽會 期盼未來長照產業推動更加順利 不過近來賴清德在新北市萬里的老家遭到質疑是違建 賴清德上午出席活動特地親自向媒體說明 老家是公僚民國七十年以前就存在符合法規 因為那個老房子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也在民國六十年左右就拿到門牌號 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調查 如果有需要配合改進的 這個我們都會配合 新北市府只要賴清德盡快一規定來申請 另外鴻海創辦郭台銘近來積極地約柯侯兩人見面 不放棄再也整合 我們都要持續地邀約 然後各方的幕僚也都在聯繫 郭台銘近來勤跑夜市 要跟民眾勃感情 下週林表就渴望宣布副首人選 記者綜合報導 台鐵台武隔號事故發生兩年多以後 車廂內被發現還是有遺歷難者的遺骨還有遺物 證人在六號召看檢討會議 也向家屬表達歉意 不過台鐵局長杜維今天上午卻說 是用LINE或是打電話向家屬道歉的 再次引發抨擊 所以台鐵局下次是再次召開記者會 正式向遺難者家屬鞠躬致歉 並承諾後續會一對一當面訪式家屬道歉 並提供關懷 關懷小組他的網絡包括用LINE 或者是如果願意接受的話 我們也會用致電的方式來表達 關切跟歉意 事發兩年 太魯隔號事故車廂裡 被發現人有罹難者遺骨 對如何喪家屬致歉 擔任關懷小組窗殼臺鐵局 第一時間說出用通訊軟體或打電話 再次引發輿論批評 讓六號才邀及相關單位閉門檢討的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隔空要求應該更有同理心 九十度鞠躬 臺鐵局臨時召開記者會 證實致歉 強調一定會當面訪式四十九位罹難者家屬 道歉並提供關懷 也會主動協助家屬認領遺物 因為臺鐵近日在清查車廂 又巡貨包含衣物 鎮件 玩偶等一百六十八件物品 從照片上來看都已經破舊回損 而罹難者家屬為人律師陳夢秀指出 家屬更期盼的是權責單位 能儘快提供調查檢討的完整報告 給他們一個答案 也沒有任何的調查報告結果 家屬要的是真相 這絕對不是一個臺鐵陳吉的道歉 我們認為應該負起這個最大責任 就是行政院 所以應該要由行政院陳吉人來進行道歉 不同單位之間的一個橫向溝通 還有在程序面上面的一個檢討 那我們預計會在 我們會立即展開 那預計會在一個月之內會完成 陳夢秀呼籲政府的處理方式 應該更細膩 也要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以免一再揭開家屬心理的傷 解疑被深切正林 沈志明 台北報導 中國的新版地圖引發了國際抗議 美國的國防部就抨擊了 這是中國嘗試在重設邊境方面 創造新常態 而白宮的國安顧問蘇利文是呼籲中方 不要扮演繳局者影響合作 而國防的外交部也抗議了 說無論中國是如何扭曲都無法改變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 中國八月底發布的新版地圖 將南海諸島還有中印爭議領土等地區 劃入疆域 引發多國抗議 美國國務院已經表示拒絕接受地圖上非法的領海主張 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首度缺席 在印度登場的G20峰會 外傳就是跟中印邊界糾紛 還有地圖有關 白宮國安顧蘇利文表示 希望中方不要扮演繳局者影響合作 美國國防部則指出 這就是各界為什麼這次看到美國跟印太區域的盟邦 還有夥伴非常密切合作 在捍衛自我主權能力方面進行協助 而對於中國也將釣魚台劃入了地圖 對此日本也透過外交管道提出抗議 但是中國不予理會 那張所謂的標準地圖其實就是中國威權擴張主義的證明 外交部重申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我國外交部也對中國地圖提出抗議 強調無論中國如何扭曲 都無法改變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 不過先前英國國會下議院外委會 罕見在官方文件內稱台灣是獨立國家 美國國會是否也會跟進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受訪表示 美國應該會維持當前現況 記者韓英朋友組整理報導 中國浙江海事局在五號發布了禁航通知 指出會在浙江東方的東海海域 劃設禁航區 並指稱在六到十號期間會舉辦軍演 而我方國防部也證實了 並指出共軍應該是要將進行 年度計畫性實彈射擊操演 對我方的海空域安全沒有影響 而因應國軍的強化新兵訓練 陸陸軍司令部就證實了 明年的日武新兵要接受 手榴彈實彈投擲訓練 中國持續武嚇 五國防部七號公布 掌握到共軍在浙江外海 劃設禁航區要實施軍演 那麼我們判斷了 他會進行年度的計畫性的 一個實彈射擊操演 那麼基本上國軍會運用 整個的聯合情間針的措施 對相關情資來做一個 非常充分的掌握 那麼也會做分析的比對 並且妥適的去應付 國防部研判操演範圍 不會影響我海空域安全 另一方面國防部將花費三點七二億 委託中科院製作二十四萬枚 MK2手榴彈 外界關注MK2為老式手榴彈 為何還要生產 軍方解釋主要是將現有庫存彈 更換新隱性 也是因應需求量增加 因為明年入伍的新兵 都得接受實彈投擲訓練 在一百一十三年會針對這個露營的義務役 還有致願役的人員 會從一些這個基本動作 手榴彈的這個爆炸的原理跟租源 安全規範來做一個循序的說明 然後會實施實彈的投擲 整個手榴彈我們為了求它的一個安全性 所以是委託中科院來製造隱性 來滿足實彈投擲 還有訓練安全上面的一個需要 而我國安體系傳出將有異動 退府會主委馮士寬 可能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新任主委由國安會資委 前國防部長嚴德發接任 前參謀總長陳鮑瑜 則接國安會資委 對於相關傳聞 總統府回應 政府人士若有調整 會在定案後再對外說明 藉被學謝志玲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出席了非洲友邦 史瓦蒂尼的獨立建國五十五週年 還有國王恩史瓦蒂 三世的五十五歲生日 並感謝史國為臺灣的國際參與空間發聲 許王在去此的時候 第一個就提到蔡總統 還安排座位在王母 還有王妃隔壁 李玉是比較了王室成員和各國元首 而蔡總統今天是和媒體查詢 透露出史網友告訴他 非洲有不少政要 向他關切過臺灣 也顯見臺灣的重要性 出訪史瓦蒂尼和媒體查詢 蔡總統收到非洲政要的歡迎 平還透露臺灣在非洲的重要度 正在提升 而政府推動的非洲計畫 也會強化臺飛關係 為下一任總統奠定外交空間 尤其國內大選 外界關注注美代表蕭美琴 是否為民進黨賴清德的副手 蔡總統是否能聚眾協調 至於近來傳出美國施壓 臺灣開發生物戰績等假訊息 蔡總統強調 中國介入選舉手法和力道 不斷增加方式多元 從事認知作戰 對於臺灣民主是重要挑戰 國人不能不謹慎 政官單位也要儘速適宜澄清 尤其政府的執政主調 就是穩定和發展 會克服挑戰 蔡總統參加友邦史瓦蒂尼 五十五年國慶 也是死亡恩史瓦蒂 三世五十五歲的生日 待遇比照王世成員和各國元首 死亡自遲的時候 更第一個就提到蔡總統 蔡總統的位置就在王母和王妃旁邊 互動頻繁 也參觀了史金政府醫院 尤其是急診大樓 在二零二一年完工 是臺史合作的成果 同時也感謝北一醫療團隊 投入十四年的努力 史國衛生部長感謝臺灣在疫情期間大力協助 稱讚臺灣的公衛經驗 無法參加世衛組織 並不合理 史瓦蒂尼將會持續協助臺灣捍衛應有的權益 記者 綜合報導 農業部長陳吉仲六號親上火線公佈超私進口 巴西雞蛋的爆炸單 還有合約 希望可以平息爭議 不過萊茵明代依然是抨擊農業部 沒有說清楚 國民黨令援黨團上午前往監察院 告發部長陳吉仲 還有農業部在圖裡 農業部次長陳俊濟就強調超私自行 澱付款項 在執行面來看 由於合約規範 國民黨立委上 來到監察院高喊口號 要來告發農業部跟部長陳吉仲 圖裡 國民黨立委 黨團副書記長王宏偉指出 國內會缺蛋是農委會失職失能 缺蛋了以後 從國外進口又疑雲重重 陸批部長陳吉仲 不只是笨蛋還是壞蛋 如果今天我們的政府官員 又是笨蛋 又是壞蛋 難道我們不能夠做處理嗎 還要讓他繼續的升官嗎 要云以彈劾跟懲處 立委侯孟凱質疑 農業部與超私簽訂的合約 簡直量身打造 超私只要提供報價單 就可以請款 續產會會以代收轉付方式 幫忙付錢 但續產會又發新聞稿說 都是超私貸電 上午出席活動的農業部次長陳俊基 接受媒體讀訪時表示 代收轉付本來就是國際貿易上常見方式 當時國際上大缺蛋 如果沒有包括超私在內的九大貿易商 先墊付所有款項下單 根本搶不到蛋 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 超私再提七大說明 強調沒有內線消息 暫停營業是日本暫時無蛋可進 得知政府要啟動專案進口雞蛋 財富業 並表示資本雖小 有資金調度能力 貨物非一次全部抵台 最高墊付金額超過一億元 更沒有賺取暴利 各大貿易商差不多損益兩平 更強調雞蛋不可能一通電話 就買得到 與巴西廠商聯絡百次以上 對於努力完成工作 反成最大惡極 令人心痛 記者 臨近平陳昌委 王新中 台北報導 台中市一所幼兒園 一名陳姓造保員 那去年被多名家長指控說虐童 台中立院審理完畢 任令成員聖犯成年人 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強制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 判一年十個月有期徒刑 全案還可上訴 不過家長是認為這判刑太輕 去年一月台中市私立立喆 幼兒園爆發虐童案 陳姓教保員對班上至少十一位 孩童施暴 並且恫嚇學生不准講出去 經台中地檢署提起公訴 台中地方法院近日審理後 依十一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 傷害罪 強制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 判處一年十個月有期徒刑 其中八個月得醫科罰金 受害兒童家長認為判決實在太輕 陪伴孩子 然後我會覺得說很無力 怎麼孩子 只要我手上變成這樣 現在的老師都一再的宣導 不可以再有這個事件的發生 巡堂 督導 在行政方面能夠做得更多這樣子 校方強調誠信教保員已離職 目前持續加強巡堂督導 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部分家長表示 雖然事件已過了一兩年 但孩子仍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情緒不穩的情況 醫師建議家庭相處上 家長可把握時機正面回饋 增進孩子自我認同 並且理解小孩所有的情緒反應 不要過度負面解讀 想要把當時的一些情緒 不管是哭鬧也好 或者是生氣也好 他想要表露出來的時候 其實父母親是可以讓他知道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 表露是安全的 然後我們會陪你 那你如果覺得好過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讓孩子知道說 他有這些反應 一點都不奇怪 對 但是這些反應會慢慢的過去 醫師也建議 另外可提供安全感 盡量不要讓孩子落單 以及包括轉學在內的生活變動 都可視線讓孩子知道增加確定感 都有助於心理修復 目前全案還可上訴 台中市府先前則已對誠信教保員 通報為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 記者 民風 潘安群 台中報導 警戒再傳危機事件 台北市中正義分局 一名嚴信小隊長 多年以前在北投分局任職的時候 涉嫌是利用職權查詢民眾各資 疑似揭露給修車廠的朋友 來從事不法行為 簡聯今天呢 是搜索了分局等地 帶回三人約談 要釐清雙方 是否有對價關係 以及竊取各自目的 而分局也回應了 會全力配合檢方調查 對於原警違法違紀事件 從嚴查辦 來維護警察形象 大批警備攻堅 綠衣原警強勢壓制 他是中正義分局偵查隊 嚴信小隊長 已經從近三十多年 曾獲模範警察殊榮 這回被發現 涉嫌濫用職權 洩漏國防以外 的機密 嚴信小隊長 個人疑似涉及不法等情 進行查處 針對原警違法違紀事件 一定從嚴查辦 以為警察形象 嚴信小隊長 從二零一八年開始 還在北投分局時 就涉嫌多次查詢民眾個資 涉嫌泄露給修車廠 友人疑似從事犯罪行為 簡聯六號發動搜索 約談原警及修車廠 業者等三人 要來釐清 盜查各自目的 以及是否有 對家關係等等一跌 不過全案會曝光 其實是檢方 偵辦另一起刑案 在相關資料 經見他的姓名 才意外揭發 這起案外案 警記不時惹爭議 像是台版柬埔寨案 就有警方當內鬼 涉嫌協助詐騙集團 查個資 依貪污罪起訴 還有二十多名原警 涉嫌跟代辦業者勾結 大專道案漏洞 協助開假紅丹 被依圖利等罪起訴 只要發生重大封擊案 警戒高層都重申 整次 緊記決心 但這類案件 在在上演 我覺得應該要加緊腳步 甚至就是說 把一些也許 不管是督查一號 政風也罷 把一些具體的方式 可以呈現出來 要改善違紀亂項 除了靠政令宣導 對同仁行為多留意外 學者也指出相關的監管 查核 通通都得加強 別讓整次警記 輪口號 一再重創警戒形象 記者臺北報導 在清小學報 除弊案 張信董事長被指控 涉嫌只是教職員 把家長支付的雙語 才藝費等教學費用 部分挪為私用 存到人頭賬戶 十年以來 侵占校款超過四千萬元 檢方六號發動搜索 帶回多人約談 訊控是率領董事長 一百五十萬交保 而陽慶校長是二十萬交保 校方回應表示 校務運作正常 對於學生的受教權 沒有影響 而北市教育局 就組成了專案小組 來調查 只要罰身違法 最高採處一百五十萬 鏡頭前侃侃而談 在新小學董事長 張光正對雙語教學有想法 現在爆出 他把千萬校款 放進私人口袋 對提問保持沉默 六號遭到搜索約談 檢方漏夜復訊後 他獲得一百五十萬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在新小學校長楊恆 也被移送地檢署復訊 訊後以二十萬交保 而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出納等人 分別交保五到二十萬元 這回會大動作搜索 檢方查出張信董事長 涉嫌指示教職員把雙語教學 才藝課等等 不再學雜費的額外費用 部分存進人頭帳戶 挪私用 十年來侵占半學費 會超過四千萬元 在新作為臺北老牌私校 不少政商名人 曾在這就讀 像是何信孤家 孤懷群 孤成雲等人 臺尼董事長張安平 前總統馬英九女兒 以及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子女都是再心人 如今暴弊端 校方警發書面 生命回應 校務營運 基金充足 運作正常 對學生受教權沒影響 而建方將全安朝違反 公益侵占罪 洗錢等罪嫌偵辦 記者 宣傳新聞家台北報導 新打造的澎湖輪 昨天深夜是由高雄出發 今天清晨載運兩百六十八名 旅客首航抵達澎湖馬宮 取代營運了三十多年的 台花輪 渴望可以同時載運四輛 大型遊覽車 還有八十二輛小客車 成為高雄往返澎湖的 海上新生力軍 如果基隆往返 馬祖的台馬之心 在六月初故障漂流 經過兩個多月的停航 航港局只有准許恢復南竿 到東營的短程航線 後續要等專家評估 認可之後 基隆到馬祖的長程航線 才可以回復 潘水嶺迎接澎湖輪 進港前船身前後 也放鞭炮慶祝首航 接棒退役的台華輪 將肩負起澎湖往返高雄的運輸 補給任務 首航載運兩百六十八名旅客 卻疑似進港前懶神斷裂 把碼頭民眾及船上乘客嚇一跳 也有乘客為了首航而來 一家人分成兩輛加拿大進口 三輪摩托車下船 黃虎輪全長近一百二十公尺 最大載客數六百人 可同時在四輛遊覽車加八十二輛小客車 但新船航程時間沒有比較快 也讓有些居民坦言搭乘意願滴 老船的可能一些風浪影響 就是他也沒辦法運送 那可能新船看看之後 是不是不會受這種影響 具體上的外型 看來看使用上是新的 新舊的而已 但是在對於棚來講 在那個交通上的意義上 來說是都沒變的 同樣是離島交通運輸船 臺馬之星卻還無法恢復 基隆到馬祖的長城航線 主要是今年六月三號航行中船機故障 三百八十九名旅客一度在海上漂流 經過兩個多月停航 航港局只先放行短程航線 也就是南竿到東引 航港局表示短程三小時以內 有狀況容易排除 長程航班長達八小時 還是得確認安全無疑慮 才能決定復航時間點 而除了臺馬之星 還有新臺馬輪往返本島 運輸狀況仍能維持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澎湖報導 為了吸引更多優秀的國際生來臺就學 並鼓勵他們留臺工作 正任市排版通過相關的計畫 預估五年投入五十二億元 在歐美還有新南向國家 共設置十個海外基地 還要開設四大類型 鎖定大學和專科畢業生的新型專班 預估到二零三零年 可以招收國際生累計破三十二萬人 而留臺人數累計可達二十一萬人 小子化延伸出生源短缺問題 加上很多產業面臨缺工 想要解決人才缺口 正任排版通過促進國際生來臺及留臺實施計畫 預估五年之內投入五十二億 吸引更多優秀的國際生來臺 這些境外生留臺的比例幾乎都只有四成五成 留臺就業希望能夠提高到七成 透過我們的獎助學金 透過企業的助學金 讓這些學生是有意願來臺就學 計畫中規劃成立兩個聯盟 十個海外基地會提供華語先修 國際交流等功能 聯盟一個是以設有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的大學為主 鎖定美國和中東歐國家來合作 另一個國際產學教育合作聯盟 則是優先以新南向國家為主 取得合作廠商開班需求 並提供每個月至少一萬塊錢的學校 著重在半導體金融等領域合作 很多的是比較集中在STAND 或者是製造這邊對象國家 跟我們臺灣自己都同時會有設廠 這一種的企業 他基本上來支持 通常力道比較大 國發基金提供獎學金 那以國發基金的設置目的 是必須以這些領域作為一個優先 大專校院也會以科學 半導體等相關領域優先 開辦學士雙聯專班 兩年制的學士後專班等四種新型專班 可以獲得國發基金 提供最多兩年的產學獎助金 還有企業的生活實習津貼 而在畢業之後 要留台工作兩年 新計畫推行 期待可以提高國際生來臺的用因 目標是二零三零年 國際生留台人數累計可以達二十一萬人 記者曹彥均出負財 台北報導 二十國籍團高峰會九號將會在印度登場 而總理莫迪發送給各國領袖的正式晚宴邀請 是把國民印度以範圍名稱巴拉特來取代 動機引發外界 對於更改國民的揣測 目的是在於要去殖民化 而莫迪政府耗費了一億的美元 籌備這一場國際論壇 企圖要打造出繁榮強盛的景象 來鞏固印度人民黨在明年國會大選的優勢 印度的莫迪政府一直努力把英國統治期間留存下來的象徵 從印度的城市景觀政治機構以及歷史書籍當中移除 但外界揣測下一步要做的可能將會是最大的 莫迪本人經常以巴拉特這個範文的名稱取代印度 印度人民黨的成員也曾發起改國民的運動以擺脫奴隸思維 回歸本土 在二十國集團高峰會舉行的前夕 有消息指總理莫迪發送給各國領袖的正式晚宴邀請函 以巴拉特總統取代印度總統 引發了外界更改國民的揣測 印度媒體的消息指莫迪政府將在九月下旬召開國會特別會期 提出更改國民的決議案 這在不同族裔不同政治立場的團體之間引起極大的爭議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耗費了一美元經費一年的時間 籌備二十國集團高峰會企圖打造出繁榮強森的景象 總人口兩千多萬的新德里多年來有許多居民 在未規劃區寄居形成醜陋的貧民窟 為了勢容的美觀著想 當局四月一號到七月二十七號之間 拆除了四十九個亂建區 收回了兩百二十九英畝的政府用地 拆除戶的居民被安置到擁擠的社區 一個單間要付兩千五百印度盧比的月租金 引爆民怨 國務卿布林肯六號是再次造訪基輔 宣布了新一波價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援助 不過同一時間 烏克蘭東部 有一座城鎮市集被俄羅斯飛彈攻擊 至少是造成十七人死亡 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 就譴責俄羅斯的暴行 並讓俄國為行為付出代價 救護人員持續將傷患送醫 接受治療 不遠處還能看到飛彈攻擊後 冒出熊熊火光和黑煙 烏克蘭東部城市康斯坦丁諾夫卡六號 遭到俄羅斯飛彈攻擊 讓一座人潮洶湧的市集瞬間變成人間煉獄 大批警消和救難人員投入搶救 不過現場 已經有許多無辜民眾當場喪命 街上有多具被救出但已經燒焦的遺體 地上還有許多傷者的血跡 烏克蘭總統 這裏沒有軍事目標 只是一個和平的社區 要俄羅斯為其暴行付出代價 就在攻擊發生當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訪問基輔 他在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陪同下 一同造訪麥當勞享用薯條和蘋果派 這時候烏烏開戰以來 布林肯第四度造訪烏克蘭並在基輔過夜 隨後他也和佐倫斯基會面 並宣布新一波價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援助 布林肯是烏克蘭六月展開反攻以來首位到訪的美國高層官員 國務院官員透露 華府希望與基輔討論反攻計畫 評估戰場需求 以及在冬天來臨之前 需要採取哪些步驟來強化烏克蘭的能源安全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日本原定在八月底要發射搭載月球探測器的火箭 春英故事三度延期 今天上午終於是在種子島太空中心完成發射了 這次任務 從搭載的無人探測器SLIM 主打精準定位著陸 預估再次到六個月之後會登陸到月球 如果這項任務成功的話 日本將成為全球第五個成功登月的國家 倒計時結束 火箭在晴空萬里的天氣中發射 日本JAXA的H-2A火箭 在當地時間上午八點四十二分升空 發射後四十多分鐘 工作團隊傳來歡呼聲 這艘火箭 搭載日本所研發 已成為月球狙擊手的小型無人探測器SLIM 還有日美歐所開發的研究衛星 目標是要在四到六個月之後登陸月球 這項計畫是日本官方和民間的第三次登月 挑戰 主打精準定位著陸 探測器可以用相機拍攝月球表面 並提前輸入月球地圖比奏 調整軌道 降低物差 如果任務順利的話 日本會成為繼前蘇聯 美國 中國和印度之後 第五個登月成功的國家 而在日本挑戰登月期間 剛成為全球第一個登陸月球南極國家的印度 在二號發射了七代太陽探測器的火箭 探測器太陽L1號目標是在四個月之內完成一百五十萬公里的旅程 計畫停在拉格朗日點 針對太陽風 太陽藥班進行研究 不只是太空科研新歷程 更突顯印度這樣的新興太空國家 積極挑戰傳統太空強權國的企圖星 記者曹彥均 秋福財綜合報導 聯合國最新報告 全球紀錄大約三萬七千種的外來種當中 目前是有三千五百多個外來入侵種 對於生態和人類造成威脅 每一年造成的經濟損失 大約是台幣十三點六兆元 而且是六成動植物的滅絕主因 人家表示 夏威夷的野火災情會這麼的嚴重 就是因為人類引進外來的草類來餵養家畜 布袋蓮 亞洲大黃蜂 還有藍蟹 外來入侵種正在威脅世界各地的生態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指出 目前有三千五百多個外來入侵種 對於全球的環境經濟糧食安全 甚至是人類健康都有危害 美國夏威夷毛伊島上個月爆發猛烈野火 造成至少一百一十五人罹難 成為美國一個世紀以來最致命的天災 專家指出 災情會如此的慘烈 除了氣候暖化 也和從非洲引進生長 十分快速的草類餵養家畜有關 外來種透過貿易 旅行傳播 有的是經由人類刻意引入 也是六成動植物滅絕的主因 而且在全球化 環境退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 入侵物種的數量和衝擊預計還會擴大 專家表示 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 折合約高達十三點六兆台幣 聯合國這份報告指出 目前有三點七萬種動植物 以及微生物被帶進新的棲息地 成為外來物種 外來入侵物種會危害一個區域的原生物種 也會散播病毒 例如蚊子會傳播登革熱 瘧疾 茲卡病毒等等 嚴重危害人類的健康 這些外來入侵物種也會透過與其他物種雜交 改變本地的基因庫 從而改變生態 但人類嚴重低估了這些威脅 專家警告 到西元2050年 入侵的物種將比目前在增加百分之三十七 持續衝擊全球各地的生態系統 也威脅人類的生存 公視新聞沈陸沛編譯 南投竹山衛生所在七月份的時候 因為醫師借臨退休 成為了縣內第三個 沒有助診醫師的衛生所 目前是由在地的兩家私立醫院 來支援工作 衛生局是坦言 因為人力短缺 除了醫療服務之外 還要身兼公衛政策的宣導 所以也連帶影響到醫師的意願 民眾帶著小朋友 到南投竹山衛生所預防接種 但提到原本在這裡服務的住診醫師 今年七月後退休 至今都還沒有新醫師接手 民眾擔心影響到醫療服務 不少竹山證明說 衛生所離市去不遠 比到醫院方便多了 但現在卻成為近南投市 中療相後 第三個缺醫師的衛生所 目前暫時由竹山在地的秀船 和東華兩家醫院來支援 中部各縣市的情況不盡相同 像是彰化縣的二十七個衛生所都有住診醫師 但苗栗則還是有七個衛生所 找不到住診醫師 而南投縣本身連縣府所在的南投市 從今年初至今 超過半年的時間都還招募不到 還有胸腔專科醫師到信義衛生所去 甚至神經內科的專科醫師 也到中療衛生所去 我們還是很期待 有一些年輕的醫師 竹山秀船醫院表示 雖然醫療人力已經很吃緊 但還是會盤點人力來支援 希望補足在地化的醫療服務 但衛生局坦言 培訓的工費醫師短缺 加上還要負責醫療以外的業務 也讓想要投身非都會區的醫師 醫院打了折扣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南投報導 市委組織報告 在二零二一年 全球是有超過五千五百萬名的 失智症患者 日過到二零五零年 將成長到一億三千九百萬人 而在臺灣的調查顯示 六十五歲以上的失智盛行率 來到百分之八 也要只是加入到了供照據點 騰出多餘的空間 讓患者們可以就近 來參加課程 長者在碩客老師帶領下 隨著音樂擺動手腳 不同音樂搭配不同姿勢 老師還不時鼓勵大家 要一邊跟著唱歌 團體互動下笑聲不斷 這是新北市第一家加入 失智共照據點的藥局 每週二到四都會提供給失智 長者不同的課程 好像是一個負擔 所以他們每次來的時候 其實都很開心 臺灣二零二五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失智人口比率逐年攀升 目前六十五歲以上失智盛行率 已有百分之八 各地政府也持續增設失智 共照點 新北市政府力邀社區商家 及組織部件 失智共照據點 希望降低失智者及其家庭的負擔 藥師分析 藥局加入共照站 甚至能試情況來建議調整用藥 除了共照據點以外 新北市目前五百三三間藥局 加入失智守護站 都可以提供長者認知功能 及情緒狀態篩檢 藥師公會表示 透過專業深入社區服務 也可以早期發現失智患者 及早進行治療 記者 零件新北市報導 高雄市鳳山鬧區附近 有一條巷弄 近二十戶人家 這次四五十年以來 都沒有自來水 近來他們也遭遇到積水之苦 主要是在駐紮附近 最近的排水溝太少了 又和隔壁大樓共用 雨是一大就瞬懈不及 近兩次的颱風都碰上積水 而且深度最深會到膝蓋部位 所以希望市府可以協助解決 三十公分左右的排水溝 清得非常乾淨 就算這樣碰上短延時強降雨 巷弄內近二十戶 還是會碰到積淹水 居民說當地最近的排水溝 就是這條還跟隔壁大樓共用 雨一大就宣洩不及 近兩次颱風積水最深到膝蓋 中戶出面抗議 受理全情的時代力量高雄市黨部也感到驚訝 在市區還有民眾幾十年來沒有自來水 還得忍受積水之苦 市府表示過去沒接過當地積水通報應該地為私有地 將請區公所取得所有人同意書 後評估改善辦法 至於自來水實力高雄市黨部表示 經瞭解是管線將經過私人土地無法接管 以跟自來水公司協調繞道 近期將辦理會堪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 桃園的UMAC被審計出報告 舉出美車的美田周展率 從八點二次降到三次 要求市府檢討改進 才可以永續經營 交通局表示今年底就會開始執行U-Bike 一點零版升級到二點零版工程 預估兩年會完成 將會針對效益比較低的租賃站 進行檢討減少車住 來提升整體的周轉率 未來會持續的擴增租賃站到七百五十站 那至於財務的問題 升級到二點零版的時候 也會要求廠商支付權利金 加福基金會公布了全臺受輔助的兒少和家庭 約兩萬六千戶 而且根據統計 貧窮兒少和家長 所要的困擾就是健康問題 而且是連續三年都纏連第一 將定是每三戶就會有一戶 身受家長的疾病所苦 照顧家人是每天日常十五歲 國三生子儀 因為父母哥哥生病 要承擔家事跟要幫忙農務 當同學可以出去玩 他卻得待在家裡幫忙 就算很爭氣 考上第一志願 也因為需要照顧家人 決定捨棄 選擇離家近的學校就讀 他最大的願望 是希望有天能卸下重擔 家福基金會與影后賈靜雯 導演楊麗舟合作 推出偽電影 聯手為貧困兒少與家庭發聲 曾在年少時一肩扛起家庭重擔的 代言人賈靜雯表示 這些弱勢孩子需要翻轉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翻轉是非常有意義 但非常重要的 因為說實話 大家的原生家庭都是無法改變的 去年受到家福福助 有兩萬六千戶弱勢家庭 超過八千戶的家長 面臨健康問題 將近每三戶就有一戶 受家長的疾病所困擾 若是兒少被期待成為照顧者 家長生病更帶來經濟問題 去年家福基金會 發出近五千萬元的急難救助金 重大醫療佔七成 今年家福的募款目標為七千萬 家福表示家戶需求逐年提高 希望募得款上座急難救助 與建構脫貧能力 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重新站起來 記者林靜梅 曾經發佈豪大雨特暴 在中南部東半部降雨是明顯的 明天天氣也是類似喔 我們先從雷達回坡圖上來看到今天 午後雷雨發展的狀況 可以看到各地的對流都發展得相當的旺盛 這其中在屏東地區 石雨量一度來到九十八毫米喔 至於在南投以南的山區呢 石雨量也超過四十毫米以上 我們預計這樣子的降雨呢 明天還是會發生 我們先從定量降水預報圖上面來看 未來雨區的狀態喔 這個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雨勢趨勢圖 可以看到大部分區域降雨趨緩了 但是在宜蘭花蓮地區 還是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出現 另外在西南部地區 短暫正雨出現的狀況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最不穩定的時間點還是要到明天白天 尤其中午過後午後雷雨還是相當明顯的 我們預計中部南部東半部地區 還有各地的山區 明天還是可能會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情形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因此最後還是要提醒 明天天氣呢是時勤時雨相當的不穩定 中午過後中南部東半部 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出現 這一段時間前往溪流活動 還有山區還是要特別留心 以上氣象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訊 北部是二十六度到三十一度 中部是二十五度到三十二度 南部是二十四度到三十一度 東部是二十五度到三十一度 東部是二十五度到二十九度 東部是二十五度到二十九度 外島是二十六度到三十一度 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是普通等級 中南部地區都是良好等級 以良花東還有金門澎湖良好等級 馬祖是普通等級 跟您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發展